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北京突然推出了一个允许生三胎的人口政策 这个政策没有迎来人们的欢迎 反而引来了人们的一片嘲笑 由此可见 现在习近平这一届政府的执政能力相当的差 中央政治局很庄严的开会制定出来一个政策 却成为人们的笑料 北京的新闻报道说 今天5月31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听取十四五时期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出台了允许一对夫妇生三个子女的人口政策 这个政策一出来 立即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搜 引发了全民热议 大部分的网民都持反对和嘲笑的态度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嘲笑这个三孩政策呢 首先呢 北京现在他还要管人民的生育问题 就是呢 现在北京推出来这个政策呢 还是说允许不允许你生的问题 过去北京推出一个强行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就遭到了西方强烈的人权批评 如果这次北京干脆趁这个机会 取消这个强制性的人口政策 对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就不限制了 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最受欢迎的选择 也会缓解西方对北京侵犯人权的批评 可是这一次习近平却说呢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 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老百姓生三个孩子 还是要得到政府的允许 也就是说政府还要继续过去 对人民实施的这个强制性的人口政策 这个不仅是引来了老百姓的不满和吐槽 而且这种允许生三个孩子呢 已经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 如果现在的北京政府有一点智慧呢 应该把允许生三个孩子 改为鼓励生三个孩子 这样让人听起来就顺耳很多 也没有那种允许不允许的强制性 更重要的是呢 这样的说法也符合现实的情况 目前北京这个允许生三个孩子 就完全不符合现实嘛 因为现实的情况 不是说人们想生三胎政府不让他生 而是人们连两胎都不想生 那允许生三胎的政策 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嘛 所以说允许生三个孩子这个政策 完全成了一个笑话 你要改成就是鼓励生三个孩子的政策呢 这样的政策就不会闹笑话了 当然也并不是说你鼓励生三个孩子 人们就会生三个孩子 这种政府对人口搞计划呢 其实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在1978年时候 当时北京就推出了一个 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当然的时候是遭到了人们很大的反对 也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 侵犯人权的问题 有人说呢 过去北京搞这个 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 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不过呢 我们讨论一个政策的对错 不能用这个事后诸葛亮这个观点来讨论 还要看当时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在当时 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后期 当时执政的邓小平 为什么要推出这个 只准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呢 这其实和当时的时代背景 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看一个近年来的反思性的文章 有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的导演 叫做维尔纳布特 就拍了一个人口问题的纪录片 他就介绍说呢 人口过多这个想法 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在我们头脑中开始 深根蒂固的对世界的看法 那么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当时整个世界的知识界 都充斥着叫做人口爆炸的观点 他们认为未来的地球人口就要翻两番 翻三番 翻四番 那50年之后地球上就会挤满了人 这种人口过多的人口危机 最早是在1798年 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就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 他认为粮食的增长 注定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所以将来世界一定认为人口过多而崩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世界的确是出现了一个 好像人口暴增的浪潮 在1949年时候 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 到了1979年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 达到了10亿 所以当时候世界的情况 确实好像要人口爆炸 这么一个样子 在1968年的时候 美国学者叫做埃里西 就出了一本人口爆炸的书 这个书是引起了轰动 他就认为 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将会是地球 叫做人满为患 资源枯竭 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整个的西方学术界都在呼吁发展中国家 特别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 要实施计划生育 要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在1974年 联合国就推出了一个防止人口过多的议程 就是旨在责成当时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国家 像中国、墨西哥、印度 要采取一些降低人口增长的措施 所以在当时这个邓小平政府 在1978年推出那个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 虽然是人权外面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当时那么一个人口爆炸论盛行的年代 这样的极端的人口政策 也是受到了西方人口学家的欢迎 甚至一些国家还称赞说北京这样的做法 是缓解了全世界人口爆炸的危机 所以在那个时候 那时候人口学家都是渲染地球人口会怎么怎么多 他们喜欢用这个印度挤满人的火车 来形容将来世界的人口爆炸的景象 就是这么一个挤满火车的样子 但是现在人们才意识到 这个人口爆炸理论完全就是错误的 按照人口爆炸理论 那么20世纪末地球的人口将达到100亿 但事实上现在全世界只有78亿人 所以过去人们预测地球人口会一直往上冲 我们看这个图中的红线就是以前人们预测的地球人口的发展趋势 但是实际的情况啊 现在地球人口反而是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就是这个图的一个绿线的情况 所以说当初人们确实是完全预测错了 那么当年北京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潮的 在情况下 他们极端一个就制定一个极端的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 应该说这有特殊特定的历史环境 那么假如说当时中国不搞计划生育又会怎么样呢 有人就预测呢 如果当时中国不搞计划生育 现在中国人口可能达到30亿 那么现在中国大约是14亿人了 可以说终于实现了一个温饱 如果现在中国有30亿人口的话 那估计温饱都很困难 因为中国的人口增加一倍 那么工作机会并不会增加一倍 现在中国作为全世界的世界工厂 把全世界所有的工作机会基本上都抢过来了 已经造成了全世界很大的不满 如果中国人口再增加一倍的话 全世界的工作机会不会有那么多 不会有那么多机会让中国人干 所以如果中国的人口太多 那是一个更大的灾难 当然了人口减少也不是一个好事 最好就是维持人口的数量不变 但是这个人口这样的事情 不是说政府可以控制得了的 你想维持多少就维持多少 这个人口完全是很难控制的事情 大约在十年前人们就发现 这个所谓人口爆炸理论完全就是错误 未来的世界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人口爆炸 而是人口减少人口坍塌 现在全世界除了非洲亚洲这些穆斯林国家之外 其他国家的人口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东亚各国 你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 人口的出生率都很低 育龄女性生育的人口只能是一个多一点不到两个 因为育龄女性生两个人就是维持人口平衡的最起码的标准 像日本这些国家也没有搞过什么计划生育 但是他们人口都出现了很大的下降趋势 所以现在日本这些国家也都在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是收效也都不大 那么人们不愿意生育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这也是一样的 过去北京推行只准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 这个是有时代的局限性 现在人们已经发现这个人口爆炸理论根本就是错误的 就应该及时的来改正 所以早就有人提议说北京应该推出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 首先应该放开就是生孩子的限制 就是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其次就是应该放弃那种是允许你生几个孩子的一种强制性的说法 改成鼓励多生孩子这种鼓励性的说法 现在北京不仅是推出这个放开生育的政策 时间点太晚了一点 而且还没有权放开 还要留一个尾巴 说是只准生三个 这就让人感到政府决策层的思想过于成就过失 做法也非常的愚蠢 那么现在中国年轻人又出现一种叫做躺平的思潮 不久前有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叫做躺平技术正义 在中国引起了强大的反响 不过躺平这样的文化还不是中国首创的 因为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多年了 日本在20年前就开始所谓的低欲望社会 就是年轻人欲望很低 他们也没有理想没有欲望 叫得过且过 中国目前的躺平文化倒也不适合日本学的 只是现在中国的社会和日本有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 所以就会出现同样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中国的躺平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看一下先驱者日本这个躺平文化的由来 就很有启发 有人说日本出现躺平文化是因为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 年轻人没有上身的空间 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日本的年轻人 他们放弃买房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努力工作的动机也不是成为像马云那样的亿万富翁了 他只是为了生活更好一点 那么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 过去的衣服是很贵的 买一件衣服你要攒好几个月的钱 所以过去人们努力工作目标就是买一件衣服 但现在衣服都成了白菜价 除了名牌之外 一般的衣服都不贵 买衣服已经不能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目标了 过去的食物是很短缺的 特别是吃肉那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所以过去人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多吃几顿肉 但是现在呢农业已经很发达 吃肉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营养过剩 提倡大家少吃肉 多吃一点蔬菜粗粮 所以现在你多吃肉 已经不能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目标了 那么关于行的方面 现在家用汽车也是越来越便宜 买车已经越来越不是什么舍望的 渴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不过养车的费用却很贵 足以现在很多日本人他不买车 倒不是买不起车 而是养车的费用太贵 目前人们生活的最大的开支就是住房 一般人买房呢 你很少能够一次性付清 大多数人都需要向银行借贷款 分期付款十年或者是二三十年还清 一旦一个人贷款买了房 就成房奴了 你想躺平都躺不下去 因为你每个月必须要努力工作 才能把这个房贷还上了 躺平的话你就付不起房贷 那房子就要被收走了 所以呢过去日本人其实买房 是驱动他们努力工作一个最大的动机 但是现在这个动机已经驱动力是越来越弱了 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日本的房子很贵 当然日本房价这个绝对价格呢 比中国其实还是相对便宜不少 但问题是日本一般东西它物价都很贵 就是日本的物价比中国又高了很多 日本因为这个物价贵啊 所以一个家庭能够省下来买房的钱就不多了 相对计算呢 日本的房价还是很贵的 那么日本的年轻人的工资他根本就买不起房了 而且呢你想买房银行也不会借给你房贷 在日本要向银行借房贷啊 那收入就是年收要达到400万以上 那是最最的底线 一般你达到你就是年收没有500万日元以上啊 银行是不会借给你房贷的 那么现在日本家庭平均的年收大约就是每年470万日元 也就是说至少一半以上的日本家庭是达不到年收500万日元 这个向银行借钱那个借房贷买房的要求 这对于日本年轻人来说啊 买房基本上成了一个比较绝望的事情 他们干脆也就放弃买房这个念头 那么日本年轻人不买房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日本的住房出现了过剩 过去日本人口增加 所以住房也跟着增加 现在日本人口已经出现减少了 对住房需求量本身就减少 而且现在日本的年轻人父母一辈多半也都有房子嘛 他们就可以继承父母的住房 也不需要自己买房了 所以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他们不买房 也不注意到没有房子住的地步 这样就更减少了日本年轻人去买房的驱动力 过去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的支撑点就是买房啊 就是人们努力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它的动机之一就是买房 过去呢日本有一种说法 说日本是人多地少 土地是越来越稀缺的资源 所以住房的价格就会越来越贵 这样就造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不动产泡沫 当时日本的房价暴涨啊 日本的房价最贵的时候 东京一个城市的房价就可以把全部美国的土地都买下来 当前中国是完完全全照搬了日本当年的不动产泡沫 现在上海一个城市的房价也可以把全部美国的土地都买下来 那么中国和日本这个不动产泡沫无一的不同点呢 就是日本的土地是私有制 中国土地是公有制 就是说土地全部是政府所有 那么日本的土地私有制 那么土地价格暴涨 除了拥有土地这些地主之外 日本政府它也成了受害者 因为日本政府搞的各种城市规划 比如说修公路这些 它都需要土地嘛 那日本修公路 它是需要政府向私人先把这个土地买下来之后再修路 那日本的土地价格暴涨 那日本政府向私人购买土地的钱也就暴涨了嘛 所以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最厉害的时候 日本政府连修路都没办法修了 因为日本修公路这个钱 它是需要议会审批手续嘛 至少你的一年时间来审批 等到这笔修公路的钱审批下来之后 土地价格暴涨 土地都买不起了 只好再再次申请增加预算 等到这个增加预算的钱批下来之后 土地价格又暴涨 又买不起土地了 所以再次 只好再次增加申请预算 再次申请 这样是折腾来折腾去 因为土地价格暴涨 日本政府连修公路都没法修了 日本政府也是因为土地价格暴涨 搞得他们财政赤子非常的大 所以后来日本政府也下决心 要戳破这个不动产的泡沫 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是不动产泡沫的受益者 它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土地都是政府所有 土地价格越暴涨 利润都跑到政府去了 政府就越有钱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是不动产泡沫的受益者 他们当然就不愿意出货这个泡沫 但是现在中国的房价暴涨 中国的年轻人也面临根本就买不起房的困境 所以这些年轻人干脆也放弃了买房的梦想 就不买房了 这样一来他们努力工作的驱动率也就没有了 干脆躺平算了 因为如果你买了房成为房奴的话 你为了房还贷 你就不得不去努力工作 你想躺平是躺不下去的 可是一旦你放弃买房的梦想 那你存钱是干什么呢 存了钱干什么用呢 所以这样一来好像存钱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努力工作的目标也就没有了 这样一来年轻人放弃买房的结果就是躺平嘛 那日本是这样 中国也是这样 不过中国人买房的冲动比日本人还是更强烈一点 如果说中国的房价能够降下来的话 或许还能让一部分就是那个躺下的年轻人 再站起来再努力去买房 但如果中国的房价继续高涨的话 躺下的年轻人只有更多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